美國針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封鎖跟圍堵是步步禁逼 繼晶片跟科學法案之後 還有EDA軟體列入出口管制 在針對晶片大廠輝達跟超微所設計的多款頂級晶片 是禁止出口給中俄 由於輝達跟超微還有台積電以及IC載板廠商 南電新興跟景碩之間有密切的合作 這個禁令消息一出 台積電跟IC載板三雄的股價是立刻重挫 那著遠於美中關係越來越緊繃 台海對立情勢持續上升 美國研究機構甚至認為說 美國最終不排除會禁止晶圓代工廠接中國晶片的訂單 如果美中半導體大戰真的打到這一步了 勢必將對台灣半導體產業造成巨大的衝擊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我是阮木華 把中國當成國際上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的美國 近來對中國半導體的前置揮出了一系列的組合拳 而且是拳拳到漏 在美中半導體科技讓它還有明顯落差 美國還佔有絕對領先優勢之下 針對美國的出招 中國除了口頭上表態抗議之外 似乎實際上能反制的能力很有限 美國企圖阻斷中國發展半導體到更先進的技術 還有產品這樣的決心已經是招然落階了 包括晶片與科學法案附帶條款 明指獲得美國補貼的廠商 禁止在中國投資28奈米以下的半導體製程 禁止14奈米以下的設備輸入中國 美國規劃跟日本、韓國共組晶片四方聯盟 以及開發3奈米製程的EDA軟體 也列入了書中的管制項目 這些做法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要封殺中國半導體發展自主之路 而最新的禁令更是直接打到了中國正全力發展的人工智能AI 還有高效運算技術 美國政府官員直接告訴輝達還有超微這兩大晶片設計龍頭廠 限制這兩家公司設計的多款頂級晶片出口到中國 儘管輝達獲得美國政府半年到一年時間的出口豁免期 但是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仍然是造成輝達股價連兩日大跌創下今年的新低 除了輝達股價大跌以外 台間的股價也再次跌破了500大關 更慘的是IC載版的三家公司南電、欣欣跟景碩 在消息曝光之後 單日股價重挫是幾乎跌停發生這樣的慘劇 持有這些公司股票的投資人心中一定在吶喊 美中半導體大戰關我何事 為什麼我的股票要如此慘跌 在我來看 美中半導體的大戰突顯的是 美中關係跟台海情勢的極度惡化 背後不僅是商業競爭 而是戰略或是說已經進入所謂的 如果美中情勢不改善 這場科技大戰只是開始 未來只會加劇 台灣半導體產業夾在這兩大國之間 未來這種風險是完全去除不掉的 總部位於紐約投資銀行傑富瑞 Jeffrey Group 他所出具的報告就指出 最壞的情況之下 美國會擴大盡力 禁止台積電、三星這些晶圓代工廠 為中國的IC設計商生產晶片 但是Jeffrey的看法是 目前還沒有壞到這個地步 美國在採取激烈的行動之前 會評估每一次加強打擊的效果 我同意Jeffrey的看法 目前不到這個地步 但是未來很難講 如果美中跟台海關係的情勢 一直惡化下去 終有一天可能會走到這一步 那至於說三星台積電 並不是美國公司 美國能比照揮達跟超微的 這樣子的美國企業發布禁令嗎 事實上 美國是有能力這樣做的 還記得嗎 先前華為在2020年 就被美國政府下達封殺令 美國政府在2020年的5月15號 不就公布出一個出口新規定 要求廠商如果要向華為提供 採用美國製造設備 或是依照美國軟體跟技術設計的晶片 就必須先取得美方的許可證 當時台積電就因而不再接華為的 手機晶片的新的訂單了 未來美國如果比照華為的潛力 針對所有中國IC設計公司的晶片訂單 下達禁令 哇那屆時所引發的風暴 會非常巨大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喔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ke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晶片喔 Today才知道天天帶您掌握 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一點 LikeToday的理財分類準時上限